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盘要怎么做 盘要怎么做 我陈老师经常在说 我说 高票里面说是在百百张 你今天有的人说我爱做这个 有的人说我爱买台积联电 有的人说我爱买IC设计 但也有人怎么样 喜欢不一样 跟人生百态一样 你现在这个行情说真的 我是跟你讲 你就不用再去想 什么会跌 这个会崩盘 这边太贵 你不要再想的问题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也是市场上我第一个 我第一个说的 小英一定要一路发 市场我第一个讲168 我说这一样 他之前在那万事 一万四的时候 上去又下来 上去又下来 上不了 感觉上不了一万四 我一当就说 小英一定要看到168 很多人不信 你也记住 你有看我节目 你应该很有印象 进行在那万事 我说一万四不是关卡 一万四怎么会是什么关卡 那一万四上不去 我说一万四是什么关卡 我说小英一定希望看到168 所以我认为大概就是 今年的这个520 又是一周年 这个就一定是168 以上 所以你拉回来当然要买 不会买重盘 奖南天也不会买 第一个首选台积联电 这是已经是一个公式了 台积联电 那当然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怎么样 很简单 联发科 联发科就跟着联电 台积电就买利基 这是首选 就是你看到叠下来 这四个就是首选 所以你说这个公表有好做吗 真好做 这个问题你敢买买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缩博店 一定回来又买买的 台积电 台积电起 利基就起 联电起 联发科就起 这四个就是说 大半六来就 就肚子 就对了 这就不用什么改盘 我说也是十个月 对吧 你跟你今天说是十个 小英第一年 到现在买三个月 三个月到五二零 五二零 他也要开心 我当时在门识的时候 对吧 我就 你就会笑 不听我的 我当时就说 168 一路发 对吧 现在也一大堆 就说268 这拨 现在回来很好 不然你是要 一下子到268 你是要怎么买 对吧 回来就买了 买 真的不能买 真的不能买 就台积电电 对吧 我们首部定 对吧 我们国家的钱又结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再想那么多 因为你今天想那么多 说真的 我也是觉得是多余的 你如果说 我今天 我陈老师还要跟你分析 怎么做 怎么做 这拨 你要怎么 上面要有风险意识 你们看到今天有什么跌 你不要去想那个问题 然后等到台积电电上来了 IC设计半导体又上来了 又上来了 又上来了 所以你不趁机会 今天拉回来 爱普买买 力旺买买买 什么4星KY买买 你是什么时候买买 这个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你不要老师在那边 自己下市集 稍微跌一下 当然人有这个 我们人有这个风险的意思是很好 我们人有这个风险意识 不过问题不是现在有风险意识 你现在拜登也刚上任 拜登刚上任 你最没办法看 到总值得到4万了 陈老师啊 你讲话很夸张 我讲话怎么会夸张 到拜登 拜登上来最没办法 我们在stake也先看到2万 对吧 所以像美国 你看最近那个什么特斯拉跌下来 当然是买嘛 你有没有买特斯拉过 没有啊 当然是买啦 但是说真的 我是觉得 因为红海这些是最没去的 红海这些是最没去的 没办法 因为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政治的问题 因为这红海郭台铭就挺懒的嘛 你没事你去挺懒的干什么 但是不是说红海不行 那天狱行就好了 天狱就行就对了 天狱哦 天狱也是 也是那个 也是那个叫什么 红海集团嘛 天狱行就好了 但是 但是我陈老师就讲 就是因为你牵扯到政治嘛 你说今天张忠谋 张忠谋 他就是 对不对 他你说他偏绿 他也偏绿 他偏蓝 也是偏蓝 对不对 他就是没有政治立场嘛 你今天郭台铭 你说 我是挺蓝 我是深蓝的 其实我觉得 商人是不需要这样子啦 对不对 也不要挺谁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好不好 那台湾就是没办法 就是民进党的天下 你现在民进党的天下 他说实在 他就是要做勾票 他就是 小英就看了台积电 连电去他才会高兴 所以他今天说 他今天一定就说 没关系 对 所以你就不用去想那么多了 那当然 我已经跟他谈过很多了 牛年他会有一点 a little different 因为生活不一样 因为牛年 我就跟你讲 这个是一个 流年的问题 流年 流年的问题 牛七阿尼 我就说过 牛七阿 怕光嘛 所以老鼠年光一定比较不会长 所以牛七阿尼光就不会起 对吧 我就一直跟你说 牛七阿尼 什么 牛七阿尼 到牛年 对不对 说多久了 你看1月30号 1月30号 开红盘 这封关前 我就跟你讲 牛年怎么样 牛年要有光嘛 为什么 因为牛七阿尼 牛七阿尼 牛七阿尼 去年牛七阿尼 牛七阿尼 牛七阿尼 哪里 哪里光哪里去 较近的 今年牛年 今年不是牛年吗 马安导播 马安导播 今年不是牛年吗 牛年要怎么样 明天要有光嘛 今天也要有光嘛 亚早也要有光嘛 所以牛年要怎么样 牛年要怎么样 这简单的嘛 牛七阿 牛七阿是主动 你为什么牛七阿都这样 自己一会照一会照一会照 所以鼠老鼠的很爱跑 鼠老鼠的啊 我又讲到生肖 真的啊 鼠老鼠的很爱跑 你是不是鼠鼠的 有没有人 这个荧幕前的观众 我们有一个人是牛七阿尼 鼠老鼠的 牛七阿很爱照 你还是牛七阿 你一定很爱照 一会照一会照一会照 一会照不贴 牛七阿 牛七阿跟老鼠也爱照 那今年牛年 牛啊 牛年就一步一步 牛啊 牛是 牛肝到北京也是牛 真的 这中国人是十二生肖很有意思 这牛啊 牛肝到北京也是牛 这牛啊 牛肝到北京也是牛 所以牛怎么样 牛年怎么样 牛年一定要有光 光才会动 然后牛一定是抽一下 动一下 抽一下 动一下 所以牛是怎么样 被动嘛 所以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 牛怎么样 你不要小看这个华星科啊 信仓店啊 有没有 开妹啊 开妹 开妹 真的啊 我讲真的啊 开妹 开妹 对吧 说很久啊 开妹 被动 所以牛怎么样 所以牛要被动 我早上不是说华星科可以买 信仓店可以买 你这开妹 被动 那牛年要有光 牛年要有光 真的啊 牛要有光啊 哦 所以我陈老师常 我以前就跟大家说了 我说这 中国人看生肖 不可以看新座 真的啦 我不跟你骗啦 你去那个故宫博物院哦 你看那个西汉周朝的那些 我西汉周朝的那些 都磕那个玉啊 那个就是古代中国人的祖先啊 你没看都是生肖 对不是牛就是蛇 就是什么的 真的 我没有在那边乱骗人 所以我就说 那个蔡英文就是狗嘛 所以四个leader嘛 一个猴嘛 一个蛇嘛 所以你看中国的皇帝 蛇是真的皇帝 因为中国的皇帝是真皇帝的 所以像刘邦也是蛇 毛泽东也是属蛇 现在习近平也是属蛇 所以属蛇的会在中国产生皇帝 所以中国的皇帝叫真皇帝 台湾的叫王爷 台湾就诸侯啦 所以台湾就是另外一个leader 就是猴啦老虎啦 所以老虎在台湾也是会当leader 老虎啊 牛是没办法啦 这牛啊 牛就是一步一步的 但是牛就是一步一步啊 所以牛我跟你讲 他很难拉得动啊 他要往前走就一直走 他也不听人 他也就是一步一步 真的我会讲真话 他在老虎明年就老虎年了 老虎伤人 老虎算是leader 但是老虎伤人 所以老虎 属老虎的会有很多官妃啊 官师啊 官师你懂意思吗 官师啊 所以老虎会伤人也伤己 所以你看我们历届 台湾有几个总统 阿炳啊 有没有官师 有没有官师 每天召法院啊 马英九是不是老虎的 是不是有官师 有没有官师 现在听说赵兆康 也要出来算 赵兆康是不是属老虎的 官师 我跟你讲啊 哎呦我跟他说赵兆康 那些马英九 这是因为这中广的事情啊 对不对 反正我跟你拼就好了 我看似不太妙啊 我看似不太妙啊 得罪了武则天啊 跟他拐起来 跟他拐起来 我跟你说啊 你看那五十六台 五十五台 一天到那里 你还没油啊 你还没车啊 在那里乱搞 然后要选总统 我今天跟你说一句话啊 我今天跟你说一句话啊 照照看你也别拐起来 对不对 老老虎没效啊 我觉得很奇怪 那个我就常讲 国民党的国要换掉啊 国民党的国啊 为什么 因为从他蒋介石在大陆就这样子嘛 那国你知道 你没有看到这个国这个字 国这个圈圈里面都是刀 所以国民党以前蒋介石在大陆 这个就是不是他不好 一堆人都自己杀来杀去 所以你看现在蓝 现在蓝的说句实在话 都是这些老蓝蓝 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 八九十岁啊 然后又都是因为中广的案 都是因为这些案子在那边 为了自己的那些 我知道这是真的讲真话 讲真话 然后呢都是一大堆老虎 老虎有什么用啊 所以老虎会有官兵啊 你看看啊 赵赵康也是老虎 是不是很多官兵 你看看像这个 这个这个马英九也是老虎啊 你是不是官兵 我们如果说民进党的 阿兵也说阿兵也老虎啊 所以虎伤人也伤人 所以有的人不喜欢生虎的小孩啊 老虎的小孩 为什么虎是可以的 他可以当leader的 但是怎么样 他很多官司啊 那些人探紧其一回事啊 但官司多啊 所以你们看那个郭台平 他也属老虎的啊 他也可以当 那郭台平也是跟人家告来告去的 老虎伤己伤人伤自己 对吧 你看吴忠宪也老虎 所以老虎很会乱吼啊 老虎一天到晚在那边乱叫乱叫乱叫 气势是很强啊 其实没有后续力 所以属老虎的人官司很多 吴忠宪也官司啊 所以老虎就是官司很多 我今天不知道怎么讲生肖 我讲真的耶 所以蔡英文武则天啊 为什么武则天也是属吼的 这狗生你知道 所以武功几天大胜 很金的 猴金猴金啊 那真的皇帝是属蛇 所以台湾出不了蛇当总统 因为怎么样 台湾就不是 台湾就不是一个国家 台湾是一个国家 我们不能这样说 台湾的总统 只能够是这些 但是你看大陆的就真皇帝了 刘邦 大陆的毛泽东 大陆的习近平 都是属蛇 所以蛇在大陆就是可以起来 因为他讲真皇帝啊 所以属蛇的是真皇帝 因为陈老师要软共 真的是这样子啊 你看他属鸡的啊 对 韩国也属鸡的 鸡的不是不好 鸡的是十二个生肖里面 他唯一怎么样 他唯一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鸡啊你知道他活在自己 真的是 他也不太爱看钱 也不看名利哦 你不要看鸡哦 鸡是真的哦 所以鸡怎么样 他人来风啊 你看那个鸡啊 人很多的时候 他就很爱啊 其他的就不重要 我是真的讲真话 属鸡的人 属鸡的人不看名利 也比较不看名利 也不是不好 不是不好 所以我就跟你讲牛嘛 对不对 牛要有光 有准吗 你看 亚光 对不对 你看 亚光 对不对 牛 明天牛要起床了 明天也要有光啦 陈老师啊 你怎么要来好人 人家在公公廟 在说基督民工技术面 你在说这 这怪力乱神 不是说怪力乱神 对不对 今天说实在 今天 过年大家为什么要去了拜 你没有怪力乱神 稍等要拜文珠宫 稍等要拜子男宫 稍等要拜红帝 你没有怪力乱神 陈老师啊 人家在说高评 你在那里说 基本名技术面 我今天说的 絕對多少七台 多少八台不说 我今天跟说多少七台 多少八台同样 对不对 怎么会好够的 对不对 你如果听我还要做什么 我们就要说 一些跟多少七台 多少八台不同 多少八台说的怎么办 基本名 基本名什么不能说 我今天我陈老师 去美国投到NBA 我不知道基本名 陈老师对了 你去美国投到NBA 你应该学文比人比较高 你应该在说的 人到了一个程度以上 人到了一个程度以上 就不一样 我们不是文献跨世界 每天在那边念那个稿子 谁写给他的 Economic Fulton 我跟你讲 念那没有用 文献看世界 念那个没有用 真的啊 我讲真话 念那没有用 台大建宗 北宇宁又怎样 台大建宗 北宇宁又怎样 人家周杰伦 竟在下一个歌 不能说的秘密 敢不跟你说理由 敢不跟你说原因 卖的还那么好 对不对 周杰伦随便写一条歌 听妈妈的话就够了 对不对 还需要在那边 基本面 技术面吗 那我就跟你讲 牛年要有光 你就把它记住了嘛 牛年要有光啊 要有光啊 不是光吗 那你今年 你看这种都在低点 然后我就跟你讲 牛年是要被动 是不是要被动 今天我说真的 不是说不能叫 不能叫你再去追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你长那么多了嘛 你让他休息一下嘛 不是说今天不能再叫你去追嘛 怎么追你追你追 早讲你也不买啊 今天追你也追不到啦 你怎么追天狱 真的我讲好久了 每天讲的东西啊 我今天在叫你追天狱吗 我今天在叫你追点序吗 追也追不到你干嘛追呢 对不对 现在很多股票让我每天涨停锁起来 涨停锁起来 那个基本上我们就要拒绝了 那不是要怎么说啊 要买还是买没有啊 那是要怎么说 我们就不要再说了嘛 因为股票你要能买 今天能上去 明天还能够买再上去 所以很多股票 那锁住锁住 那叫汉讯 那流入那一跌停跌停跌停 那其实那一跌停锁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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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是哪个好够的 那说是在位啊 那是要做什么看的 所以那种阻力就很笨 那个阻力笨到一个不行 我今天讲南天 像很多股票啊 买也买不到 那是在乎乱嘛 涨停涨停涨停 都收起来 那个房子没有利润嘛 为什么没有利润 你想也知道嘛 那每天也没有量 涨停涨停涨停 跌下来是跌停跌停跌停 那里面是谁在里面 想也知道嘛 讲那个有屁用啊 所以那种阻力就很不会做 涨停涨停 厉害的是怎么样 我今天怎么样 开低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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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才是赞嘛 开低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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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明天再 还不能直接上 再开低再拉高 这种股票才好啊 你来每天涨停涨停涨停 你是在乎乱吗 涨停涨停涨停 你是在 还没量 又涨停 你头顾老师画的 是要说 我陈老师讲的是真话 那没有用啊 那没有屁用啊 对不对 那没效果的 因为你那没有利润嘛 你那涨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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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每天锁起来 你是锁给谁看啊 锁到有一天被分盘交易 就说我很强 你那中间都没有人买到 中间没有人买到 这也是最前面买的 就可以你那中间合一一样 那是多少人 对不对 很多人哦 这个投资人也很好玩 那我们股票拿出来 我有买到 你有买到中间合一哦 有哦有买到 很低买到 有吗 有哦 赚了十几倍 你好厉害哦 那叫个销 你知道吗 或者说常听 有些在外面有一些人 我买到中间合一 最近又有问人 哦呦 我买到天狱哦 我买很低 赚了多少 赚十倍 赚十倍哦 你买到什么 点序亚信 我买到药灯哦 药灯 我买很低 赚了十倍了 你卖了没还没卖 然后等它掉下来 开始跌停了 我卖了 我卖了 我说陈老师 我常在讲 说这股票好的时候 什么人都有 吃饭的时候 我买到药灯哦 我买到点序哦 我买到亚信哦 那以前中间合一 我买到中间合一哦 你买到就对了 你有料不料不料 料的我都没买到 你不要 你不要管那些啦 无聊啊 你听那些人在那边放 放狗臭屁 我跟你讲 你要注意一下 牛年 陈老师给大家介绍 要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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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其实 他这个桌子 他在底部啦 当然他最近会涨一下 涨一下震荡难免 但拉过来要注意了 好不好注意了 那之前 像那个叫什么 国具凯美涨很多了嘛 所以我陈老师 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也跟你讲 华欣科跟信仓店 华欣科信仓店 那华欣科信仓店 因为什么 因为他没涨 我叫你注意 你就注意嘛 你每次在那边 跟我在那边 对不对 五四三的 我爱普了 五十块公里 你会买啊 我说这会不是今年的爱普 爱普的从五十块 从一百块 一百一两百块 也是涨到八百块 这个会不会是 这今年到年底 换他变八百 爱普回来 剩下两百 爱普就算回来 剩下两百 荒冲年也赚到翻掉 你知道吗 他可以把他倒光 他可以把他倒光 我讲真话 那个人说句实在话 狠狠的 以前利金都搞到倒 他有倒 大家买到利金都死 他有死吗 所以你要注意这些好不好 那今天陈老师给大家一支股票 也很不错 那我是觉得这一支股票 真的 今年啊 听说啊 这支股票 8.6亿的股本 我认为是开美二号 各位投资朋友 我跟你讲的东西 你把它记住了 这几个字了 牛年谁会是被动的大黑 业绩大成长 开美二号 这支被动元件 小心 既开美之后 大爆发 好不好 那陈老师就给你几个字 好不好 宝中之宝 雷霆万君 我陈老师跟你讲的东西 你把它记住了 你不要说到有一天了 陈老师啊 你每次写这个 你写这个成语 我真的看不懂 这样看不懂 天语看不懂 陈老师啊 你每次写这个 我真的看不懂 你在写什么 真的啊 没有人买了 25块没人买 25块真没人买 这没人买 陈老师啊 你写这个我真的看不懂 你这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啊 你就把前面的长头丝 你就把它记住嘛 长头丝啊 你现在没人买 好不好 那这个股票呢 各位 开美你没买到也没关系了 这支股票给我注意 好不好 注意 现在30块钱了 我叫你注意你就注意了 你不要以后 陈老师啊 哎哟 我早知道我就买一块了 早知道 不然他就早知道 早知道 早知道我就买一块好不好 哎 我跟你讲哦 以后哦 我跟你讲 怕你啊 有一天啊 哎哟 陈老师啊 这开美哦 我都买不到了呢 那我就跟你讲嘛 会不会是开美二号 好不好 那今天的这份资料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不要怕 好不好 一定到16888800 一路发 今天这个行情没有到一路发 我随便你 我第一个喊一路发呢 168呢 你看会不会到 拉回来真的不会买台积联电联发科利基 台积联电联发科利基 那今天的这份资料送给大家好不好 希望大家 啊 牛年都能够注意 有光有被动 好好把握 今天把电话打到爆 陈老师将有大礼 送给大家好不好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底 驚喜专线 02 8511 3366 02 8511 3366 顶页投顾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投资的制胜关键 买进未来的机会 再听人生高峰 请直播02 8511 3366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各位投资朋友 各位投资朋友 好不好 华兴科信仓店 会不会再一倍 先一倍就好了 会不会再一倍 今年哦 今年哦 开妹 会不会再一倍 各位 有些人说 曾老师开妹 过去 这样就不要算了 好吗 不要算 我就跟你说 开妹 还要再一倍 华兴科信仓店 会不会一倍 好不好 今天各位投资朋友 开妹 二号送给大家 电话打到爆 好好把握 谢谢 本公司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